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想什么你都会去努力 这样在一起人心有爱疲 看着有你我不会客气 天空浪浪 微风弯弯 看着你的脸 踏实有爱疲 你说过想要永远和我在一起 我想什么你都会去努力 这样在一起人心有爱疲 反正有你我不会客气 妈 你说什么说 不是 我的花瓶 嫂子 你说什么说 我哥他真没在我这儿 不行你看你看好了 妈你别站着脚吧 花瓶 那狐狸精说的都是真的了 金波 你爸是真的出轨了 完了 那照片也是真的了 妈妈肯定不是 那个郭 我爸在北京就你一个亲戚 他不来你这儿能去哪儿呀 你好好想想你肯定记错了 他在我那儿住不住一个大活人 我能不记得吗 还有你 你砸我们家动力干什么 你们俩口子知气 凭什么把火放在我们家呀 我明白了 你们是传统好的 对吧 你以前跟我吵架的时候 你不就说吗 你说你要跟金正阳找一个 比我年轻的 比我漂亮的 你是不是说过 你们传统好的 你帮他的 是吧 这事你可真冤枉我了行不行 这事我可真不知道啊 但是 我哥要是真跟别人好了 我还真挺高兴的啊 我 你看看你 你飞扬乏扈的 你能把人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我哥一个大男人都包容你 包容到什么份上了 我跟你说话是叫 要不是怕我哥为难 我早就跟你吵了 我爸爸回家了 怎么着 你敢带下我们家一样东西 你试试 什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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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火上浇油呢 你真是 我跟你说了 妈 是我火上浇油啊 你看看你妈 都把人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你 你跟我胡说什么呢 我是那样人吗 那当然不是啊 你吓起我吗 你不是 妈 你小心点 妈 妈 我 我 我 你 妈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 就打电话给我爸 哪个打电话 我把事实问问清楚 妈 走 妈 喂 爸 在哪儿呢 你在那儿等着啊 我马上就来 我是爱你的 我真的是爱你的 你别跟着我 我不跟着你跟着谁 我跟你说啊 一伙我儿子来 不许胡说八道 我不管 只要你娶我 真的 只要你娶我 我肯定比他 比他对你好一万倍 我等着你 我告诉你 孙永娟 你 你脑子有毛病了 你知道吗 你最好上医院看看 你说的什么你都是 咱们俩不可能有任何瓜葛 怎么可能没瓜葛呢 你手机里的照片 我告诉你 我都看了 我一直是闭着眼的 我睡着觉呢 你说我跟你怎么怎么到了 我 你把我灌对了 要不然我不可能 一点意想都没有 你不讲道理 妈 谁不讲 你爸 你爸 儿子 儿子 你妈呢 你妈怎么样了 你们都别提了 我妈都快疯了 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 爸 我发现你变了 你现在怀里抱着一个 心里还想着一个 你还想着我妈呢 我谢谢你 儿子 爸跟你发誓 我跟他 我 我们什么事都没有 真的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咱俩怎么什么事都没有啊 上个月 我妈还打掉一个孩子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啊 什么 什么 我跟你说 你 你少和我爸啊 我这点相信我爸 我爸这么大年龄的人 做得出那种事吗 对 孩子啊 你觉得阿姨 是那种人吗 老千 没关系 你怕孩子难过 我可以等你 两情若长久 又气在朝朝暮暮 我可以等你的 我可以 无耻 无中生有 他血口坏人 他 他疯了 他说的是疯话的 我没疯 儿子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我能骗你吗 不是 孩子 您现在太让我失望了啊 儿子 您现在给我解释清楚了 没有一个女人会 会往自个头上泼脏水的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别信他他他疯了 他说的是疯话 是啊 我呀 他感觉是真的 你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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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不管你们感情真的假的 不管了 我回来找我妈去 你看我 你好作为之吧你 儿子 千万别 我是爱你爸爸的 真的 这个 孙文娟 我掐死你 你的心都有啊 我还要 你把我弄空了 你把我弄空了 等会儿跟我走 上我们家跟我老婆 还得解释清楚 不然咱俩没完 我可以慢慢走吗 你轻一点 你弄空人家了 你弄空人家了 你弄空人家 好不动了呀 不 mehr 走 饭做好了 吃点饭吧 好 别难受了 吃点东西 保重自己的身体 姐怎么样 妈不吃了 你先吃吧 这样下去 妈的身体也受不了 你说爸这人也真是的 平时教育我们的时候 道马岸然 这自己做起事情 又另外一套 行了 你别提爸了 你还想让妈受刺激啊 靳儿 你快点 花生小 我给你赔罪来了 我爸追魁祸首给你带来了 爸 你先别 你赶紧来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充满 别别别别 你听爸解释 你用什么好解释呢 爸 闺女 你听我跟你解释 好不好 你这把妈伤成这样 还不行吗 你赶紧走吧 不行了 走走走 今天我见不到你妈 我不能走 我求求你 你别吃饭了 你跟人家把妈亲家的 谁来的 爸他自己开门进来的 我有 妈 妈 老婆 你听我解释 谁是你老婆呀 你过去 让他滚出去 你给我解释 你走 听我说 我 我真不是想跟你结婚 我也没出轨 你 孙文贵 你跟我说个要要要要 实话实说的 你现在说实话 你快说呀 你 你实话呢 花姐 你别难受 真的我看见你这样难受 我心里也不是自我 对不起 我 我说实话 你快点说 说 我说 老金跟你离婚 是一时冲动 他其实不想跟你离 金武士 我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吓唬吓唬你 让你改改这个脾气 我真没想跟 你又骗我 照片我都看见了 那是我喝醉 他把我灌醉了拍的 其实我什么都没干 你 你跟我发过事啊 你你你造的呢 什么事都没发上 花姐 你想一想 如果我俩真没那事 为什么他要跟我 拍那些照片呢 金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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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太过分了 你还怎么给你做这样的事情 你还拍照你 别心虚 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你把话说完 你说 他事事先跟我说好了 说 说你们俩离婚的时候 他一分钱财产都没得到 他说他必须得得到财产 因为将来我们还要结婚 我们还要生孩子 我们还要过日子 怎么能没有钱呢 你胡说八道 满嘴坑嘴 别吵了 妈 妈 妈 你们俩 快收钱 孙文贤 我现在 我恰死你 你心都有啊 妈 妈 花生枪听我了 妈 我什么 我这儿子 儿子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你先把妈气死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要让我发现 你故意破坏我们家庭 我饶不了你 滚 饶不了你 你听我 走 听我 快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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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妈 妈 太猖狂了 太猖狂了 你说我这抽水惹水了 一辈子给咱们老姐姐当年做法 连两段的真是下场了 妈 走 谢谢妈 没事 我这找了什么你 我跟你说吧 妈 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我不想妈 妈 别这样 我一回回出门了 我一出去了 我一出去了 感觉人家都在不背后直直戳戳了 我一辈子要抢 最后就获得这个佳佳呢 妈 没事 你不还有我们的嘛 这做妈 不管犯人什么 我们俩都会被带在你身边的 你们都出去吧 让我自己哭回会儿啊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 抓在人家手里啊 在外边搞什么幺蛾子 让他给逮着了 志峰 你是我亲妹妹呀 我能不跟你说实话吗 你哥的为人你不清楚吗 我就是有那个心 我也没那个胆啊我 可是现在 我倒这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呀 也就是你能忍他这么多年 要是我的话 我早就跟他离婚了 也就是你啊 脾气太好 心眼太好 才被那个泼妇欺负成那样 你 你也别这么说 这花痴孝毕竟人不坏 为我们这个家为那孩子 他的贡献不小 他就是脾气 认清行是吧 哥 你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就是向着他 人家也不理你的情 你看看他处处以自我为中心 有眼不尽 哥 看样子我在你这儿也住不成了 我出去住吧 那你上哪儿住啊 我 我先替花之脚 给你赔个不是 哥 我上单位住去 走了 哥 我 我在这儿睡前 好 你疯了 咱们你睡觉 你睡觉 你睡觉 我睡觉 你睡觉 我睡觉 你睡觉 你睡觉 我睡觉 我比你还高兴 我这辈子就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我高兴了 我来 傻呀 干一个 干 是 志冯 开门 谁呀 开外面的 谁呀 谁呀 你让开门 你让开门 虚解 你一个小子 你个小子 好 小子 开门 担有 你 老金 你怎么出这儿了 郑安庄同志 替你不要跟我说话 急了 那工作上的事情也不说呀 等等等等 工作上的话可以说 坐好了啊 下午有活动 别忘了 你吃饭了吗 我给你买点豆腐脑去 不如你管 来 又谁动我电脑了 老金 你看谁动我电脑了吗 死了才好呢 妈 彤彤 妈 你来也不打个电话 我好去车站接你去 我这不找来了吗 我都已经办好了 钱都带来了 放心吧 彤彤 想不想奶奶呀 想 奶奶也想你 彤彤怎么样 这是彤彤奶奶 妈 这是彤彤的主治医生金大夫 阿姨您好 金大夫您好 我这孙子就拜托您了 您一定好好地治好他呀 阿姨您放心吧 我们会尽力的 我们会尽快地给他安排手术 那手术大吗 是不是很难做啊 这个手术啊 在我们国内已经非常成熟了 您就想着 你衣服破了个洞 您需要把它补一补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咱们只需要把这个小小的洞给补上 就没事了 听你这一解释啊 我也就放心了 没事的啊 好 来 彤彤 阿姨给你检查一下 来 彤彤 你看 这医生又有学问又漂亮 一些正常 那阿姨我先出去了 那阿姨 金大夫 那个 我妈已经把钱带来了 你看孩子的手术 那太好了 我赶紧通知他们 让他们尽快安排 谢谢 没事 我看谁敢动 谁敢动 谁敢动 我看谁敢动 这小丫头 这小丫头 没人啊 没人啊 是谁啊 没人啊 老金 老金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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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 慢点 你别管我 来 我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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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背谁不用你管 不是我自己能 不是 你看 你自己能行吗你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不是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将啊 你说我不管你 谁管你啊 你这腰谁弄的 是不是我弄的 我弄的我不管你 行了 没事吧 老金 对不起 对不起 别生气 我带你去做按摩去 不行 我来 你别怕我 怎么过来 你别对我大胡小叫的 那你受受不息 你 你就给我保持距离 就在这边用了啊 你干吗呀你 我跟你说 崇文娟 今天我就是探在这儿 有些事咱得说清楚 什么呀你就说清楚 我问你 你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金指洋跟你没怨没仇啊 你干吗非要当着我老婆孩子的面 你陷害我呀你 你还怀孕 你说 你这一出一出的你 按了什么心 我什么心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你什么心 那你想知道吗 想 想知道跟我走 少废话 去不去啊 走不走 走 走 你们的 来人 救我呀 我 我这人做事 从来没后悔过 赶紧办 听人去想吃饱饭 你再慎重考虑考虑 你 离 离 昨天开始 我们俩就正式在一起了 我真没想跟你离婚 我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吓唬吓唬你 让你改给这个脾气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手中了 别揉了你啊 你比滑石脚的手法差多了 要不然咱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你给金娜打个电话 那 设计 在哪儿呢 兜里兜里 这边 那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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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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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怎么着 肯定是做手术的 我先凑我趴一会儿吧 晚饭之前要还不健好的话 你就把我送花枝窍那去 让她给我看看吧 你这人就是贱 你俩都离婚了 她现在还能管你啊 就算我现在不是她老公了 我还是她一患者 那你现在跟我说清楚 你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我就是死也得死个明白 谁陷害你了 我为什么让你死 我爱你还爱不过来呢 孩子 打住打住 打住打住 什么是孩子 谁是你孩子呀 你跟金娜一边的 我都可当你爸爸了都 那怎么了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好不好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了 我是那种开玩笑的人吗 人家就爱你 你不知道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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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真是的 你自己知不知道 你在儒品公司工作 咱全家福奶粉补盖 知不知道啊 你要每天喝一杯 你何苦这样呢 动不动就这儿扭了 动不动就那儿疼的 你看看我 这大粗腰 为什么这么结实 每天两杯 这等会儿 你这是公家的 你别动 到时候我掏钱补行吗 你待着吧你 你 扶你坐下来说 不不不不 不行不行 那我喂你啊 好吗 我不喝 什么叫你不喝呀 咱这奶粉 咱这奶粉多好啊 对不对 来 喂喂 来 我自己会 你会喝 来 花花 你来的时候 我现在起不来 我腰扭了 你给我扎几针 能走了 我马上跟你走啊 不用了 金正阳 你还说没事是吧 都这样了 你还说没事是吗 你别睁着眼睛 说瞎话好吗 花花 别走 别扔下我 我 我想向你澄清一件事啊 我每次扎你虎口 你都以为 我是在体罚你 我今天告诉你 你从年轻的时候起 就肺热爱流鼻血 我给你扎针是给你治病 我要早知道你 这么没良心 这么不识人 我当时就应该让你 让你流鼻血流死 你让谁流死 别走 你让谁流死啊 你让他流死 还不能让我流死呢 别说了 快快快 别内受啊 别内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行啊 会扎两针吗 都说我也学着给你扎针啊 你惦记这种人 你不是见识什么 一塌塌塌地跑过来 就是为了受这种屈辱 我告诉你 你们已经离婚了 没有关系了 你要再惦记这种人 你就没有任何了 你干吗去啊你啊 你别动了行不行啊 你别管别管 别给我添乱了 我怎么给你添乱了 我这不是替你出口恶气吗 我不稀罕 我不稀罕 什么叫不稀罕呀 孙文权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告诉我 我求求你 你告诉我行吗 我是爱你你知道吗 他一天到晚地 对你腰无合流的 你倒像个喀巴狗一样 我对你真心诚意的 你倒不是说我害你 你有没有良心 你拿着 别说了 不许跟着我 金志愿 你太没有良心了 你太无情了你 妈 到了 妈 这就是我在北京租的房子 这一居尺啊 妈 这边 妈 就委屈您一下 和童童住这间房 那你住哪儿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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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儿 弄个行径床就行 你干嘛不租大一点呢 妈 坐 你每天这么忙 你睡客厅怎么行呢 北京的房子这么贵 花那月晚钱干什么呀 妈 儿子 委屈你了 好好的大老板当不成 好好的加油散 爸 怎么就会走到这一步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咱们往前看 等童童都完手术 我去找工作 挣了钱 还个大点的房子 那你就不能在旅行社干啊 以前你做得挺好的 一个行业离开太久 就不容易回去了 再说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咱们现在不是已经来北京了吗 可以从头开始的 行了 不说这些了 妈 我得给童童打饭去了 你先歇着 你当心啊 谁呀 说话 是我 是我 那个 我来拿几件换洗衣服 你眼睛瞎呀 看不见不在地上的吗 那什么 我想跟你聊几句 没什么好聊的 拿着东西赶紧走嘞 你开开门好不好 我想跟你说说 其实我跟孙文娟 我们 别说你那些大名上 我一个子都不想听 拿东西赶紧滚 都离了婚了你干嘛 还这么凶啊 那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那那那房子也有我一份 房材上还有我的名呢 你要不要脸呢 你呢 你一毛钱都没有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这叫婚内出轨 你就应该净身处复 我跟你讲 我把这肃皮给你 就给你脸了 哎 能不能有话好好说啊 好说不了 跟你这种万恩复业东西 有什么好说的 想当初我妈说不让我嫁给你 你们家穷得叮当响 结果我被我妈都决裂了 我妈都不要了 我跟了你 结果你呢 怀着禁迫的时候 我说不要了不要了 你非要不可 因为你们家干团呢 结果你非让我帮孩子生下来 结果怎么样 一二大伙给我开除了 结果我就从大医院里 大大伙大主任的位置上 就就下来了 二十多年呢 我全身欺负在你们身上 可你怎么对我呢 你怎么良心 你这这狗给吃了你 你跟我说 没没没没 你听我说 快 快 话题叫 咱好好说 你明明是偷偷摸摸 你就跟别人好了 你出轨了 你回家你还装个好丈夫 好爸爸的样子 不仅是你还特别可恨的事 你还瞎了个套 弄得好像我跟你离婚 你还弄得挺无辜的 你怎么那么瞎量无耻啊你啊 不是 你听我说 我光听 我华之俏一辈子 我没受过这个委屈 你还让不让人说 不让 别说 华之俏 咱冷静一点好不好 死刑犯人 还有上诉的机会呢 没有 你这直接枪毙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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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里奥 你别跟我演戏 我跟你讲演戏 我比你演得好着呢 真的假的 谁 谁假的就是孙子 哪儿啊 别怕我 别怕我 你 你别动啊 我就 我就打样子你 喂 姑 什么 怎么样 躺着好多了 这 这简直就是母夜茶 母老虎杀人犯 他怎么就能下得去手呢 你也是 他打你你就不会还手 一个大男人被他欺负成这样 怎么就这么窝弄呢 别让我看见他 让我逮着他 我跟他没完 您怎么能出手这么重啊 有话好好说吗 你动手干什么呀 就是啊 妈 虽然最近我一直都挺恨的话 但是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身体一直握好 您这么一推 万一推出什么事怎么办呀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我忘了他要受伤这回事 我爸怎么样了 他本来就腰椎尖盘突出 这要搁别人身上 您这就是人身伤害 您这是任性过头了 你们怎么都说我呢 其实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呢 你说得对 我是手捏手惯了 我是肩骨头 哥 志芳 去 把你嫂子叫进来 我要一次性地 跟她掰扯清楚 去 志芳 我哥让你过去一下 走 爸 老金 你没事吧 能没事吗 志芳 先出去一下 哥 我们开个家庭会议 金波 把床给爸摇起来点 好好好 你 行了行了别太高了 你想说什么呀爸 说什么 还不是想把责任 都推到我头上 郝志芳 我提醒你 今天你就让我说个痛快 忠心不许长嘴 家主不可歪雅 我今天就当着孩子的面说说 咱俩走到这一步 到底是谁的责任 还用问吗 明白这个事 我知道 你想说那个孙文娟是吗 孙文娟那孩子她有病 她脑子有问题 我现在说这些你都不相信 没关系 我相信时间长了 事实真相 她自然会浮出水面 什么事实都明不 好 我说说咱俩的婚姻 不多说 我就说两件事闹得咱们差点离婚 第一件 当时今大八岁 今不是四岁 那时候你奶奶在咱们家 伺候咱们一家子 你妈从来就没给你奶奶好脸子看过呀 有一次做中午饭 奶奶说让妈去买瓶酱油 你妈说天太热了 我不去 凑回顿得了 你奶奶自己亲自了 跑到楼下的超市去买 可 回来的时候就摔在楼道里了 把腰给摔折了呀 行行行行 你说 我妈怎么就让你那么 好 好 第二件事 你当时十八 金箔十四 那一年我们单位开年会 人家允许代家属 都把媳妇给带去了 可是你妈 她嫌我们单位什么 档次低 配不上高贵的她 她就不出席了 好 一不来就不来吧 年会散得完了点 她怒气重重地跑到单位去 当时那么多人那边劈头盖来 她就一顿数了我呀 你把孩子都戳了 你听我说 是 话真巧 我也是一男人 我是一大老爷们儿 你说你当着那么多人 自从那以后 我在单位 就从来没抬起过头来 你说这 差点下岗呢我 金志阳 你别委屈我行吗 你说 我把你弄下岗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你还养活一家子人呢 是吧还指着你呢 没有的事 行了妈 这都医院哪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完了好不好 说说说说 你说 我是一万万富裕的小人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说 我为这个家伙到底 你做了什么供给呀 结婚以后 每个月的工资 我一分都不少全交给你 我兜里就 就从来没超过五十块钱过呀 你 你 行了行了行了 你自打结婚后 你恨不得让我跟我们家的亲人 全都脱离关系 你在这家里边 专横跋扈 唯你独孙 作为作父 强词夺礼 我 我都不知道生气什么好了 我 行了行了爸 你这算是过瘾了 你说嘛 没有停止啊 先到这儿 我今天 我就看着你伤的这个份儿 让我不跟你倾酒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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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别说了 快去住 你看我办了 快点吧 行了行了行了你 回心了 我彻底回心了 然后他走他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肚木桥 我们没关系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没关系了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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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活得太别心了 我是 我 娜娜 布尔 真的像你爸说的那样吗 你们心里 都怨我 是这样吗 我今天要听听你们俩 说说心里话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主要是看我紧 说吧 妈 我说您在我们家 确实是太强势了一点 别人就没有发言权 你包括我和金波 我们私人问题 那都得听您的 不听都不行 您就是太独断专行了 太蛮横无理 根本不给别人解释的机会 我是个男的 我特别理解我爸 您老是当着我们俩的面 来训斥我爸 你让我爸心里怎么想 他能好说吗 是吧 姐 就拿我上次离婚来说 本来我跟小王在一块 虽然因为孩子的问题 是有些分歧 但也不至于要到离婚的地步 就是您觉得他不行 他对我不好 您就在那搅和 我觉得我可以好好跟他过 就这么被您搅和搅和 这婚就真离了 这刚一离婚 您又让我见这个见那个 不停地相亲 给我找出路 我又不是动物 我没有感情 我跟谁都能在一起吗 你让我姐相亲也就罢了 我才多大呀 您就给我介绍对象 就说前段时间那个泡妞 您硬说我跟他合适 我们俩可以凑成一对 你看他那身材 有我两个那么大 我站在他背后 你都看不见我 就是人家家里有钱吗 你就觉得我跟他结婚了 能过好日子能幸福 幸福什么 这是谈恋爱 这是婚姻 这不是买卖 拒绝买卖 就拒绝伤害 都说完了是吧 妈 妈 什么情况呀 我说错了吗 金大夫 为什么我儿子的主刀医生 变成了你 程医生呢 是这样的 程医生昨天在事故现场 抢救病人 手术伤了 他现在的状况 不适合做手术 所以院方派我来接替他 完成这个手术 我之前已经做过 万全的调查 程医生是全国所有大夫里面 做我儿子这种手术 成功率最高的专家 我们也是因为他来到了北京 排了这么久的队 终于等到他了 我不能接受 临时换主刀大夫 你的心情我明白 但是你要想一想 童童等这个手术 等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好不容易排到这个手术的时候 不能因为你单方面的不信任 而耽误了孩子的治疗 而且我们院方能派我 来接替这个手术 也是因为我有足够的经验和把握 不不不 金大夫 我不是怀疑你的医术 如果今天手术的是我 我一定相信你 但是现在是我儿子 我唯一的儿子 我不能让他有一点闪失 你能明白我们做父母的心情吗 我非常明白你做父母的心情 但是我也还是要建议你 不要再为了等陈医生 而耽误了孩子的治疗 我知道我们之间 曾经有过一些误会 但我也请你相信 我是一个有义得的大夫 我要找你们领导 你等等 你刚才说陈医生 是我们这个医院 做手术成功率最高的医生是吗 在我们医院做这类手术 成功率第二高的 是我 金娜 我很能够理解 所有的病人都希望能够找到 最好的医生来做手术 但是这么一个诺大的医院 难道除了陈医生 其他的大夫和护士 都不值得信任了吗 而且如果所有的病人 都等着陈医生 来做这个手术 才能痊愈的话 那是不是大家都失去理智了 所以我还是恳请你 能够相信我 好吗 你遇见我 我遇见你 于是我们都想了 你看着天 我看着雨 想想你在想什么 我 你的眼睛 好像清醒 里面是否会有我 花香四溢 微风吹过 没有什么不可以 然后你叫着我的宿命 然后悄悄打听你的消息 他们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 靠近你 我以为她爸有病啊 你年轻 你皮肤有长 你的眼睛 好像星星 里面是否会有我 花香四溢 微风吹过 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看着你 你看着我 想说的特别多 春去秋来 花开花落 你在心里没离开过 然后你叫着我的宿命 然后悄悄打听你的消息 他们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 靠近你 我会突然靠回你 听懂 但你不想然 然后你不想让我 遇到感觉 你不想要 我疼痛 这些呢 你不想要 自己很难 然后你不想要 我想要 那么你不想要 有些你成全了我的幸运 哪怕和你再见而过 他们说爱情成长会有折磨 我只要分不顾身学情 没有误会 你遇着我 我遇着你 于是我们都想了